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唐代以后更为明显 轻楼好似烟花之地的专职 只不过多了一丝风雅气息而已 轻楼的出现是必然的 自从人类进入父系社会以来 女子被男人统治和玩弄似乎理所当然 不争的现实好像在告诫人们 轻楼就是男人世界的产物 春秋时齐国的宰相管仲最早发明了官妓 他大张旗鼓地开设国家妓院 数百名女子做了官妓 但是管仲的妓院并不是满足男人的需求 他醉翁之意不再久 是想通过妓院税收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维护社会安定 管仲的发明很快被其他国家争相效仿 一时官妓大兴 中国轻楼文化始于未尽 鼎盛于唐宋 轻楼文化也是中国文化中独具韵味 而又神秘绚烂的一部分 它随着唐宋文化的发展而风生水起 空前繁荣 轻楼文化的兴起同时也丰富和促进了唐宋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唐玄宗时期 轻楼文化几乎达到鼎盛 而促使轻楼文化如此高地位的 正是与轻楼铭记 惺惺相惜 彼此相依的风流文人 有诗为证 白居一说 何处春生好 春生寄女家 宋代是词的鼎盛时期 这一时期 轻楼词风格大胆张扬 风花雪月 男欢女爱等厌情方面的比比皆是 宋词既有文学特征 又具有音乐性 在宋词的发展历程中 歌迹具有充当中介的条件 在词乐结合 词的传播 词的创作等方面 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宋代的文人才子都与轻楼歌女过往甚密 真可谓是才子家人相得益彰 望江月 御楼春都是令人拍案叫绝的传世之作 欧阳修在扬州做太守时 巧遇两名美貌歌女 酒席间 两名歌女戏言说 如果有机会 欧阳修一定要来汝音做太守啊 数年之后 欧阳修果然自扬州调为汝音太守 此时两个歌女早已不知去向 欧阳修一次酒后流失说 柳戏已将春色去 海棠硬恨我来池 可见他对那两名歌女是何等眷恋 宋代青楼女子们最大的夙愿便是与柳七郎床下填词 床上细水 柳七郎是当时写青楼词最多最好的一位浪子 排行老七 人称柳七郎 柳七郎常与歌女推心致富 完全不在乎地位的悬殊和世俗的观念 他笔下的荔枝香十分经典 这是一个写给名字叫荔枝的歌女的情书 语言沉着深情 却不乏真情意切 正是这些青楼的作品 他们与青楼同史同中几多心酸 几多风情 都浓缩在了这一首首优美的诗词里 青楼的存在使得中国文学有些许神秘味道和规律色彩 然而离开了中国文学 青楼或许又会恢复最初的本质 只是简单的肉体交易场所 人道主义也好 猎奇心理也罢 唐宋的青楼文化确确实实是光彩夺目的一地 人道主义也好 走上 同的图 听说他愿 Recovery 我们 re